您可要看好了,网滚烫的开水中打入几个鸡蛋,出锅瞬间就能做出孩子上学的营养早餐,这个做法90%的人都没有见过,首先锅中水烧开,然后把火关掉,碗中放少许水,打入一个顺产的鸡蛋,蛋壳先留起来备用,贴近水面,轻轻地滑入鸡蛋,这就是鸡蛋不散花的关键。 不知不觉我已经连续分享了,666道详细美食做法,最近一直都没得到,您的小红心,实在是太惨了,今天这个视频,您就帮忙点的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的感谢,不用开火,扣盖们三分钟成形,碗中放眼,鸡筋,少许生抽,一小勺猪油,葱花,汤鲜味美的关键,就是这个生晒虾皮,它的配料表干净的只有虾,含盖量,是纯牛奶的20倍, 老人和孩子可以放心吃,行时用它煮个汤,炒个菜,放一勺鲜味瞬间就提上去了,倒入开水搅拌均匀,荷包蛋定型后开小火,再煮两分钟,这样做的荷包蛋,不管是给孩子当早餐,还是给老公当宵夜,省食又方便,比点外卖的干净又放心,还没有吃过的家人们一定要安排做起来试试。